哈嘍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三的資訊安全教學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主題是 密碼學 英文念作 呃 呃 我念不太出來 各位自己去問Google小姐吧 好啦 那麼密碼學呢 基本上呢 算是這個資訊安全之中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那在開始講之前呢 我要先澄清一點 所謂的密碼學呢 並非是教導各位如何入侵別人的帳號密碼 而 事實上密碼學是這樣子的 假設今天我 就是小三 要把一份機密文件 傳給我的好朋友 而壞人呢 有可能 會在途中 直接把我的文件攔截 像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 壞人攔截我的文件之後 他就可以看到我文件的內容 非常的糟糕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 我們可以先把我們文件的內容 先經過一連串特殊的處理 變成一些壞人沒辦法直接看懂的文字 那這樣的話 壞人拿到我文章之後 他就算看到我文章的內容 也看不懂裡面寫什麼 那他也不知道我是怎麼把它處理成這個樣子的 這樣的話 壞人就沒辦法去理解我文章的內容 那基本上這就是密碼學在做的事情 順帶一提呢 在密碼學裡面 我們把文字變成一般人看不懂這個形式的過程 就叫做 加密 然後 左邊這個呢 人類 看得懂 處理之前的文字呢 就叫做 明文 然後 這些我們人類無法直接看到的文字 就叫做密文 基本上來說 密碼學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大家可能會發現就是說 如果 我能夠知道 明文 是怎麼樣處理成密文 也就是說我們掌握了這個特殊處理的技術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 把密文 變回原本明文的樣子 那這個過程 就叫做解密 那基本上呢 密碼學裡面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研究 要如何加密才能夠使密文 最難被破解 那這其實還蠻博大精神的喔 在大學裡面呢 甚至有直接開一整學習的課 就叫做密碼學 然後專門就在教 各式各樣的加密技術 就像是下面寫這些東西 然後 還有教一些就是 跟這些加密技術有關的一些 一些先輩知識 那我今天當然也不可能就是把所有的技術都講過 因為 真的太多種了 而且很多技術的話 也需要學習者具備一定的知識 像是線性代數才有辦法學的 那線性代數這種東西 其實在大學裡面也有一整學習的課在教 對 所以你們就知道說 要學密碼學其實還蠻不容易的 因為你要先知道蠻多數學的技巧 你才有辦法去寫這些東西 那我今天要來講的東西呢 因為我知道大家其實應該不太喜歡 就是用太多數學對不對 除非你是那個數學家 不然的話一般人應該也不太喜歡看到太多數學 那所以我今天就來講的東西是 基本上不需要任何數學知識 就可以學的最簡單最基本的加密方式 也就是 substitution cipher 中文叫做替換加密法 ok 好 那現在要來正式上課囉 剛剛講的都是廢話 那現在大家請 就是稍微集中一點精神 好 開始 首先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替換加密法是怎麼加密的 那像剛剛一樣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這個 明文 也就是加密之前的文章 其實它這個句子 叫做 I am a cat 也就是我是貓 我跟海娃內蠻的 那我們想要把這個東西 加密成密文 在替換加密法裡面會怎麼做呢 首先呢 我們必須要先列一張表出來 然後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想要把 哪些英文字母 換成另外一個英文字母 就是說實際上 這個替換加密法在做的事情呢 它就是把 英文字母的 例如說 I這個字母 換成另外一個英文字母 A 然後把m換成c 然後t換成1 然後我們再根據我們 之前列好這張表 去把它 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就是把我們這個原本的句子呢 根據我們的表 替換成另外一個樣子 那這就是 替換加密法在做的事情 那順帶一提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明文 然後下面 這個替換之後的樣子就是密文 而左邊呢 就是 我們根據左邊這張表 就是替換之後的這個過程 就叫做加密 那我們使用的這個表 就稱之為加密方式 或者你也可以叫它密碼表 那基本上這就是替換加密法來做的事情 我來重複一次喔 替換加密法呢 就是 我先列一張表出來 告訴我自己說 我想要把什麼英文字母 換成 另外一個樣子 然後我再根據這張表 去把我的文章 根據表內的內容 換成另外一個形式 就是 這就是替換加密法 好 就這樣子而已 大家學會了嗎 替換加密法就是這麼簡單 那 假設我今天現在有密文 跟密碼表的話 我要怎麼把它 恢復成原來的樣子呢 那因為事實上我們有密碼表對不對 我們已經知道說 這些英文字母原本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後來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就只要 倒著對應回去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密文 還原成原來的文章了 是不是很容易呢 大家有沒有覺得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 好像已經會怎麼破解密碼了 但是 大家要知道就是 你想要這樣做的前提是 你必須要有左邊這張密碼表 那 假設 現在我們現在只有一堆看不懂的密文 像下面這個句子 然後我們沒有密碼表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把它變回原來的樣子 喔 這樣好像就有點難了對不對 那 基本上呢 其實你在密碼學裡面 大部分的情況 你也都只會有這個密文而已 而不會有像我們剛剛那樣的密碼表 所以 還蠻多駭客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只藉有這樣的密文 就把它還原成原來的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要怎麼還原 那我 先把這個部分就是結下來 然後弄到 小花架裡面 那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把它 復原成原來的樣子 我們可以根據什麼地方來判斷 那在替換加密法裡面呢 因為你都已經知道 通常會被替換掉就是英文字母嘛 那空格跟據點這些東西都是不會被替換的 那我們可以利用空格跟據點這些東西 來當作一個判斷標準 那我們應該從哪裡開始看起 通常呢 我們會優先看 只有 一個字的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在英文字母裡面 因為在英文裡面呢 通常只有出現 一個字母的情況還蠻罕見的 就是一個字單獨使用 像是F 或是 C 這些英文字母呢 單獨出現的情況其實還蠻罕見的 那你們想一下喔 在英文裡面 什麼時候會看到 一個英文字母單獨的出現 有什麼英文字是這樣子的 大家稍微想一下 好 那 假設各位 稍微想過之後呢 應該會發現 例如說像是 A A好像還蠻常單獨出現的嘛 就是 它後面通常都會接著一個名詞 就是例如說 A Book 或是 A Desk 對不對 或是 An Apple 之類的 An Apple不是啊 好 總之那A期才蠻容易 好像還蠻常 就是單獨出現 然後 還有什麼呢 B好像不太可能 C也不是 然後還有這個 O I也蠻有可能對不對 就是 為什麼I有可能 因為I有時候會當成主詞使用嘛 就是I and 什麼什麼 或是 什麼I go to school 之類的 就是當作一個主詞使用的時候 I也會單獨出現 好 那這個時候 還有什麼其他英文字母也有可能 呃 好像就只有A跟I對不對 A跟I這兩個字好像蠻常單獨出現 那 我們下面這邊 看一下這段密文 它剛好 F跟C這兩個字都是單獨出現的 英文字母 那 在這邊的話大家就可以猜說 喔 那F跟C 這兩個字很有可能就是A跟I嘛 那我們 我們就只要猜說哪個字是A哪個字是I就好了 那 你們覺得哪個字可能是A哪個字可能是I 這個C出現在這個整個句子的頭啊 那他有可能是A也有可能是I 嗯 好吧這好像不太好判斷 那F呢 喔 F的話比較有可能是A 為什麼呢 因為 當我們在寫I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用大寫來寫對不對 因為當然單獨出現的時候是代表主詞嘛 那I通常都是會用大寫來寫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只有C是大寫 F卻是小寫 那我們就可以這邊猜測說 這個F很有可能就是小寫的A 然後這個C很有可能就是大寫的I 對 那基本上呢 在這個破解過程之中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我們要一直重複去猜測說這些字很有可能是什麼 然後去把剩下的 就是把這些對應關係慢慢的復原出來 那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例如說F是A了對不對 那我們也可以把整段句子裡面 其它是F的地方都換成A 像這個 這邊有個F 那它原本是A 然後我們也知道C是I了嘛 我們也可以把所有的C都還原成I 像這樣 喔好大概就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我們看完了一個字的部分 我們可以來看看兩個字的部分 像是 是 AH 還有 CD 對不對 那我們應該先看CD還是先看AH呢 我個人會覺得先看CD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CD我們已經知道C是等於I了 所以我們就只要猜D是什麼英文字就可以了 那你們覺得D會是什麼 什麼字會是I開頭然後 然後也是兩個字的 在英文裡面有可能會出現這樣的組合 這個有 呃 IF嗎 然後 AT IN I S嘛對不對 就是 這些好像都蠻有可能的會是 蠻有可能會是CD的 那你們覺得哪個是有可能 IF有可能嗎 嗯 IF不太可能 因為IF通常後面接的是一段句子 但是後面這個東西還蠻短的看起來不太像是句子 所以我們可以把IF刪掉 那IT有可能嗎 IT好像也不太可能 因為它後面接的是2 你有看到什麼東西是接IT2嗎 好像也不太可能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 IT刪掉 那IN的話有沒有可能 喔IN的話好像有點可能喔 就是IN的2什麼東西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 這前面這坨東西很有可能就只是一個名詞而已 因為 通常一個句子裡面會有動詞存在嗎 但是如果這個字是IN的話 假設這個字是IN的話 那 這整串東西都只是用來修飾前面這個名詞用的 所以 它很有可能不是IN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後面根本沒有其他動詞出現了 那 這個句子很有可能就 就無法成立 好 所以 在這邊我們可能也可以把IN這個消掉 那IS的話 IS就蠻有可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如果是IS的話 這邊就是B動詞嘛 那B動詞前面跟後面都是名詞 其實還蠻合理的 好 各位有沒有覺得好像在上英文課呢 對我也這麼覺得 好啦 那 那 我們現在知道D是S的吧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D都換成S 喔這邊有S 好 然後再來我們還可以猜什麼 猜AH嗎 AH可能是什麼呢 I 什麼 什麼 AH好像可以判斷條件比較少 它可能是 UN 不太可能是I開頭的字 因為I已經被我們用掉了 那 還有可能是什麼 UN 喔 2 還有可能是 兩個字的還有哪些 恩 好像沒有了齁 所以它可能是UN或2 可是光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UN的話 A就是O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 這個字就是O開頭的 可是O開頭的字好像怪怪的 各位有沒有覺得O開頭字好像怪怪的 你有想像什麼O開頭字然後是四個字嗎 感覺好像不太對 那T呢 如果A是T的話 那這個字就是T開頭的嗎 欸 如果是T開頭好像就有點道理喔 如果是T的話這個字很有可能就是 歷史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猜說這個字很有可能就是2 然後應該不是UN 所以 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英文字母A都換成T 好 我們就換完了 然後把所有的H都換成O 就是 像這裡 好 我們把所有H都換成O了 所以我們現在 得到什麼結論了 我們現在得到這邊有 this is a 什麼東西 然後 i 什麼 to 然後 什麼東東 什麼東東 好 那 解到目前為止呢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我們已經大致可以看出這個 這段句子 是在寫什麼 就是 前面就是在說 this is什麼東西 然後 然後我可能做了什麼事情 之類的 那接下來的部分可能就要 依靠就是前後文的部分來判斷 或是依靠一些其他條件來判斷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繼續破解下去了 那 這個 我可以告訴各位就是最後 這段句子還原之後 它得到密碼表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的原文是這個意思 就是 this is a book 然後 I like to read a book 就是我 這是一本書 然後我喜歡讀書這樣子 那 那 所以各位就可以發現就是說 事實上 當我們要破解這種密文的時候 其實 好像還蠻依賴就是 各位就是看英文的經驗 那如果你們對就是 讀英文的經驗夠多的話 你們可能大致就可以知道說 哪些字可能就是代表哪些意思 那 只要在藉由像我們剛剛那樣子猜測的方法 很有可能就可以把 就像我們沒有密碼表 我們也可以把密文還原成名文的樣子 好 那 可能會有人問說 呃 我們這樣真的只能用猜的嗎 就是 完全就只能用猜 這樣猜的方式 而且其實有時候猜 好像範圍還蠻大的 蠻難猜的 那我們也不知道該從來開始猜起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 在還原密文上面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那在這邊我可以告訴各位就是說 其實 我們在猜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面向切入 來讓各位比較好猜 什麼面向呢 如果你的文章夠長的話呢 我們可以對文 我們可以對你的文章來做文字的頻率分析 什麼意思 我們先看一下這張圖表 這張圖表呢 我們是從這個維基百科上面拿下來 那它代表什麼意思 它代表的就是 就是之前有人做過一項調查 他去調查了英文字母A到Z 在英文裡面出現的頻率分別有多高 那我們看一下喔 頻率最高的是誰 是1嘛對不對 1出現的頻率有12.7% 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再來第二名是這個T 然後第三名是A 再來就是ON還有IH這些英文字母 所以其實大家看到這些英文字母之後 大家看到這個結果之後 可以拿幹什麼 基本上呢 以後你們拿到一篇密文 然後如果你知道它是用T換加密法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篇密文裡面 每一個英文字母出現的頻率 都抓出來計算一下 然後找出說哪些英文字母出現的頻率最高 那你這個時候把這些字都抓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猜它 那個字 例如說頻率最高的字 很有可能就是英文字母E 因為根據什麼一分調查顯示說 E在英文裡面出現頻率很高嘛 所以 所以那個字很有可能就是E 或者是A或者是T 那它絕對不會可能是 不會是J或是Q 或是X Z這些出現頻率非常非常低的字母 那這樣的話呢 可以幫助各位在猜測的時候 把範圍縮小很多 好 那這樣講的話 我知道大家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我們這邊準備另外一個範例 來讓大家稍微有感覺一點 好 那首先呢 我寫了一個小小的程式 去稍微計算一下 這篇密文裡面 出現英文字母的頻率分別有多高 然後從中計算出來之後 發現出現頻率最高的英文字母 分別是這三個字 就是K E跟I 他們出現頻率都是 呃 9.9%到11%之間 非常非常的高 那因為他們出現頻率非常接近 所以我們也不能確定說 K就一定是E啊 那我們可以回去看一下剛剛那樣表 呃 這樣表之中我們可以知道頻率很高的有AE HI 然後NO這些字母嘛對不對 我們可以以5%為一個 為一個分界點 把綠色線以上的都當成出現頻率很高的字 那這些字很有可能就是我們剛剛選 我們剛剛找到那三個頻率很高的英文字母 所以我們把剛剛 出現在英文裡面出現頻率5%以上的字 都列出來的話 分別有AE H I N O R S T 這些英文字母 好 那現在 我們有這些英文字母可以拿來做什麼 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剛剛分析出來的這三個KEI 這三個英文字母呢 很有可能 就在下面這 這坨英文字母裡面 這樣子是不是 大大的縮小了我們猜測的範圍 就是說我們只要從 這些英文字母裡面去猜出 上面這三個字就好了 我們不用特別去 特別去把A到Z所有字母都看過一遍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頻率分析法可以幫助我們的地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文章怎麼解 就像我剛剛說的就是 我們可以先找文章裡面 只有出現一個英文字的英文單字的地方 就是例如說像是 這個 藍色圈圈框起來的 E跟F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看這兩個字呢 因為我剛剛有提過嘛 就是 其實 其實 英文裡面 只有一個英文字母單獨使用的情況非常少見嘛 那我們剛剛有說 E跟F很有可能就是 應該說 很常出現這樣的字 就是A跟I嘛 那我們可以先看E E這個字母 為什麼要先看E呢 因為 E剛好是我們出現頻率前三名裡面的第二名 所以 我們可以先從E這個部分來判斷 我們可以先從下面這這組候選字裡面 來判斷它很有可能是什麼字 那我們足以來檢視一下 就是 它有沒有可能是A 欸 蠻有可能喔 就是我們剛剛有才說 A還蠻有可能會單獨使用的嘛 那有沒有可能是E 嗯 不太可能 H 好像也不太對 I I I有可能嗎 那我們就把I圈起來 N N不太對 O也不太對 RST 好啦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就是 A跟I兩個字還蠻有可能的單獨使用 好那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它可能是A或I了 那你們覺得E會 E這個字會是I還是A呢 那 在這邊的話 它比較有可能是I 為什麼呢 因為 它如果是A的話 代表它後面記得很有可能是名詞對不對 可是 像我剛剛說的就是 如果A後面記得是名詞的話 代表前面這坨 就是EFN這幾個字都是名詞 那 後面這邊的話這應該是動詞 可是感覺這樣的話這個句子好像太短了 所以 我會覺得這個字 比較有可能是I 而且如果是I的話呢 後面這個FN 很有可能就是B動詞的 AM 那這邊也是就是 需要各位就是稍微猜測一下它可能是什麼東西 那在這邊我就先假設 假設E是等於I 然後 我們再把 這篇密文之中 所有英文字母是E的部分 全部都換成是I 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好 那 這樣的話我們就解出一部分的 我們就解出了這些部分的文章 好 其實也沒有很多 就是做I而已 好 那我們再來看什麼呢 我們剛才有說其實 就是 如果這個字是I的話 它後面 後面的FN很有可能就是AM 就是很有可能是那個IN什麼東西對不對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大膽假設 F應該是A 那為什麼我敢說F是A呢 其實 不要忘記我們剛剛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字沒有看到就是這個F 那 我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在英文裡面單獨出現一個字使用的情況很少見 那I既然已經被我們用掉的話 這個F很有可能就是A嘛 那如果它是A的話也符合這邊是 IM的AM假設 所以我們這邊 就可以 應該有很高的信心可以說 F應該就是A沒錯 那如果F是A的話 M應該就是M 也就是說M其實可能沒有變 那我們再進一步的8 就是我們就可以得到這組對應關係 就是F是A然後M是N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對應關係呢 套用在這篇密文裡面 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藍色呢就是已經解出來的部分 然後白色就是還沒有解的部分 好 那這樣我們就解出了 越來越多東西了 然後再來呢我們可以看哪些字 我們已經看完了一個字的部分了 我們可以來找 這邊密文裡面出現兩個字的單字 對順帶一提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把 A找出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A 從後選字裡面刪掉了 那我們把兩個字的單字列出來的話 分別會有這些 好還蠻多的 那我們要先看哪一個呢 在這邊我們可以先看就是 這些字 為什麼要先看這些字 因為這些字 它的第一個字都已經被我們解出來了 就是I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只要猜它第二個字是什麼就好了 那就像剛剛一樣 我們可以猜一下就是 哪些字是I開頭的 然後是兩個字的 我們剛剛有提過嘛 可能是if 或是 it 或是in 或是 對不對 這些字都有可能 好那分別會是哪些呢 我們看右上角這個部分好了 為什麼看這個部分呢 因為 id後面剛好有GS2 對不對 那你們覺得 這四個字裡面 哪一個字後面最有可能GS2 那這邊我可能會猜它是is 為什麼我猜它是is呢 因為 因為我覺得 id 感覺比較像是b動詞 對不對 而且 我們可以注意到什麼 可以注意到它前面 前面這個字 也是 也是 iz嘛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說 前面這個字的後半段其實跟後面這個字是一樣的 那 其實這個字很有可能就是 其實這兩個字很有可能就是this is 對不對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猜測iz很有可能就是is 那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假設 z會等於s 這個對應關係 再來 再來 我們現在知道i 我們現在假設iz是is 那 這邊還有一個ik對不對 那ik還有可能是什麼 那這邊可以特別注意的是 k已經是 我們剛剛有分析出來嗎 k就是 出現頻率最高 這邊文章之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字母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就可以把if去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 f並沒有在我們的後選字裡面 代表f出現頻率很低 所以他就不太可能是k 那k還有可能是什麼 有可能是it或in嗎 那 這兩個字都蠻有可能的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可以先假設 其中一個是正確的 那我們就先挑第一個好了 就是it 我們挑第一個字 it也是正確的 那如果錯的話我們可以再 回到這一步然後把它修正成 修正成in 來看看結果是不是對的 那我們先把它假設成it 來看結果是不是正確的 那如果它是it的話呢 k就是對應到t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的把 文章裡面所有的 z跟k都換成s跟t 那特別要注意的是 因為我們s已經用掉了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s從後選字裡面刪除 所以文章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喔 這樣大家是不是越來越有看出一些端倪啊 那再來 我們還有一些兩個字的字沒有解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接下來看一下 這兩個字 那因為這兩個字 我們剛剛已經把t解出來對不對 那 只剩下第二個字要解 而且第二個字呢 剛好又是我們出現頻率 最高的第三名 就是i 所以我們可以再從後選字裡面來看 猜測說i可能是哪個字 好那i有可能是e嗎 也就是te 不太可能 th 好像也不太對 tn 不對 to2嗎 好像滿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o圈起來 那tr呢 好像不太對齁 那所以其實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 在後選字裡面 i只有可能 如果我們剛剛前面假設都正確的話 i就只有可能會是O而已 對 那我們再進一步的把所有的i都換成O 就像這樣子 那 現在這邊文章好像變得有點花花綠綠的 那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變成這樣子大家比較好看 藍色就是我們已經解出來的明文 然後白色呢就是還沒有解的密文 那下面就是我們剛剛 根據我們剛剛假設得到的對應關係 那 基本上解到這邊的時候呢 這邊文章可能已經算是解了一半了 那剩下的部分就可以讓大家 自己去試著解解看 對 蛤什麼你們說不太會解 喔好啦 那我可以再稍微解一些部分給大家看 好啦 那其實這邊文章還有些端理可以看 像是文章的左上角這個部分 但我們覺得這看起來很像什麼呢 如果有長期待追蹤我的人 應該會知道 我有個錯號叫做SLNT對不對 那 前面又記得是 IN什麼東西 就是我是嗎 我是什麼 所以這個字很有可能就是SLNT 而且四個字又剛好大寫 所以我們就可以猜測 S應該是等於L 然後我們再把所有的S都換成L 就會得到像這樣的結果 好 再來呢 還記得我們剛剛有提過嗎 這兩個就是 這個地方看起來還蠻像歷史以史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的把N換成H 那就會得到更多的組合 應該說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名文 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好啦 解到這個程度的話 大家應該應該不太難了吧 這邊文章還剩下蠻多端倪可以看的 像是這些部分 就是 都應該還蠻容易看出這些是什麼東西的 那剩下部分就真的留給各位自己去解了 那我已經 我會把這個 解答跟正確的密碼表放在我的Blog上面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上去看一下 就是它原本的對應關係是什麼 那自己解出來的話也可以上去對個答案這樣子 好 那基本上那個 替換加密法 大致上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那它的解法呢 就是要各位對英文的一些感覺 然後透過猜測的方式或者是 配合 頻率分析的方式去做 那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文章 夠長的話 頻率分析就會越來越準 也就是說當你的文章 有一萬字甚至十萬字的話 你對它去分析裡面每個文字出現的頻率 就會比 你去分析十個字或是一百個字的文章還要準 那這個大家應該可以稍微體會出來 就是統計學 這是一個統計學上的基礎 就很像是你去做民調 你去問越多人 問越多人的話這個民調就會越準 對不對 大概就像這樣的感覺 所以 所以大家要記住 文章越長 頻率分析法就會越準 那這樣的話各位在猜測的時候也會比較好猜 好 那最後在結束之前呢 還要再跟各位介紹 一種加密方式 就是凱撒加密法 為什麼要介紹凱撒加密法呢 因為凱撒加密法跟 替換加密法 非常有遠遠 基本上呢 凱撒加密法就是 T1加密法的一種特殊情況 這什麼意思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什麼是凱撒加密法 首先呢 我們先將英文字母 A到Z都列出來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A到Z的英文字母 向右位移一格 接著 我們把 位移之後 意出來的英文字母 像是這個Z 把它從右邊移到最左邊 然後 就會得到一個像這樣的表 然後再來呢 我們把 位移前的英文字母 分別對應到 位移後的英文字母 例如說A對應到Z B對應到A C對應到B 這樣子 然後把這個東西 作為密碼表 然後用在我們剛剛的替換加密法上面 來做加密的動作 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凱撒加密法 所以在這邊大家應該就可以聊 大家就可以有點感覺就是說 事實上凱撒加密法就是 把英文字母移動幾格 來當作密碼表的替換加密法 這部分大家了解嗎 就是說 凱撒加密法不一定是移動一格 他也有可能是移動兩格 或移動三格 或移動25格 的這種方式 那基本上呢 他就是藉由將英文字母 向右邊 向右邊 或向左邊移動幾格 來產生密碼表 然後再來 把這個密碼表用在替換加密碼 替換加密法上面的一種加密方式 所以 為什麼我會說他是T1加密法一種特殊狀況呢 因為基本上產生密碼表的方式 非常的簡單 而且他事實上做的還是T1加密法 好 那在這邊大家可能也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英文字母位移最多只能位移26格 位移完之後 你位移超過26格之後 他又會回到原位 那這意味著什麼事情 就是 代表說 凱撒加密法的密碼表就只有26種而已 那 因為他的密碼表就只有26種 使得凱撒加密法非常容易被破解 為什麼呢 因為 他的密碼表只有26種嘛 所以當你今天拿到一篇密文之後 你只需要把 26種密碼表 都拿來嘗試解密看看 然後把他的文章印出來 看一看哪一種密碼表解密之後 長得最像文章 那找到之後你就知道說 那他就一定是這樣子的嘛 就一定是用那個密碼表加密的 所以也就是因為他的密碼表 種類非常的少 所以 所以 凱撒加密法就是 被當成一種 一種最基本最簡單的加密方式 然後 常常會在密碼表面教各位說 說這種加密方法很容易被破解 所以 所以就各位學學就好了 但是不要用這種方法來加密 好 那今天 密碼學的課程大致就是這樣子 那歡迎各位就是 在下面問問題 因為 我知道可能很多人 在中間聽的時候可能會聽不太懂 那 所以 歡迎各位在影片下面發問 那我也會盡可能的回答各位的問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